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百一个就找这么点人 高达的胖道瘦的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合适的 浪费钱 孙暖夏 我哥就想帮你 我就是宁缺无赖 你找这些人根本就进不了篮球社 你干什么 找他们退钱啊 体毒A计划 他们已经完成我交代的事情 我不会让他们退钱的 感情这钱不是你赚的你不心疼是吧 那还有半明没成功的呢 这些钱懂得退吧 你不是要重组篮球队吗 我要重建的青梦队一定是能打败神话的队 你有时间找那么多人还不如自己参加 我是不会参加的 等你加入社团的时候再操心我找球员的事吧 我的球员我自己会看着吧 他们两个感情好好啊 好浪漫啊 公共场合亲亲我我 太值得人学习了 你干嘛呀你 小强 我和他先去篮球场 你去把齐峰叫来 大哥 你 你想干嘛 不会打算牺牲我吧 一个沈应良 一个灵穴 加上你和齐峰 就四个人了 剩下一个再想办法 参数的人我可不要啊 这是我的坚持 算我倒霉 苏南夏 你别看不起人 整个青梦打得过我的后卫 还没生出来呢 我可是跟着夜神才推出的 球场见 那 另一个齐峰是谁 这 是一个闷骚的铁憨憨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姑娘们 现在是我们战斗的时刻了 军孤团的口号是什么 军业军业我爱你 军孤军团守护你 就算相隔两万里 也不能让我放弃你 嗯 温夏 你跟军业真的没什么关系啊 我可一直听说军业 从不跟你生亲近的 你可是第一个 我能跟他有什么关系 就算是有也是我要把他征服的 关系好吧 哇 看不出你是个这么有理想的人啊 苏短夏 幸好军业 你还没有被这个村公蒙蔽 怎么又来打架啊 军业 你有所不知吧 这才是这个女人的真面目 我还有什么真面目 我怎么不知道 军业 你可千万别靠这个女人太近了 她就是一个变态 你看 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照片 她穿成这个样子 专定男人拍 不知道拿回去干嘛呢 对了 预怒会时 听说有人偷拍男生换衣服 这肯定也是她 真是不知廉耻 她不是变态 可是 开机招收队员 让那些男的都脱衣服了 这还不够吗 我们群里都有照片的 美女 我那是为了考核基本身体素质 没准军业加入时 我也要看一眼 或许还能摸一摸 你 我是不会加入的 你知道了 你都说了八百遍了 我加入 这是谁啊 我 我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风哥的 一看到短裙美女就害羞 你们要是有啥问题 就问我好吧 这都什么人呢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就不要打扰神团招收了 军业 你怎么跟她一会儿啊 果然是苦女啊 对笑话都怎么能打 张小强是吧 齐峰 你们俩一会儿填完表之后 还需要进行测试哦 好 好的 走吧 好 那就都跟我来吧 走 鉴于两位一年多没上场了 所以测试会更加严格 除了基本的身体素质考核以外 还有运球投篮上 也需要符合我的标准 所以 现在 考核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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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要看你们的控球和投篮的水平 我先来 哇塞 不会又挖到宝了吧 小强 你在干什么 来了 小强 沙花沙花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 没吓 吓到你吧 你没事吧阿南 这样的痴汗最猥缩了 嗯 我们离他远一点 给你知道机会都抓不住 难怪初恋都还没送出去 没记 对不起 苏教练 对不起 在我心中 篮球 高于一切 大家一定很惊讶 原本清梦队的主将 为什么要转学到神话大学 加入我们的球队 童然 你告诉他们 我想拿冠军 说这么多 原来是个想躺惯的 我以前好像没见过你 他是预备队的队长丁磊 我们的主力 平时不太参加训练 都是丁磊带着新人子脸 楚然是吧 别以为认识韩教练就这么嘚瑟 想抱神话的大腿 得先过我这关 来 单挑啊 有本人从我头上把球借了 行了 以后有的是机会给你们单挑 现在 欢迎楚然 加盟神话篮球队 丁磊 玉北队 想成为正式队员吗 打赢我之前 先打败临时组队的清梦篮球社再说 清梦 不是自从苏教练挂了之后 他们就解散了吗 他女儿叫苏暖夏 现在组了个社团 还组织了一批过气的球员参加 不过我听说 夜神也参加了 楚然 你以前和夜神是队友 应该很熟悉吧 韩教练果然消息灵通 我走之前和他一对一 水平比以前差多了 那你赢了吗 险胜 不过你是赢不了小夜神的 走 距离坟场比赛结束 还有最后十秒 清梦队目前落后一分 比赛结束 神法大学再次夺乱 教练 恭喜他们未免成功了 不过太不可思议了 教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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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了 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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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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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不坚定 这么没有言泽 你忘记自己来做什么的了吗 犯苦 好你个秦上诚 帮我留在天处 不让我来返江 就是为了偷向千玉的是吧 你大白天猫在这里 看剧 几个意思啊你 骑什么 招人的骑 你看 现在沈学长 灵炫 张小强和齐峰 都已经拿下了 你再加把金搞定一个 不就完事了 我们球的需要王牌 而整个清梦的王牌 就只有军业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是下午就到了 和校长约定的时间了 所以 这才是逼军业 参加篮球社的唯一机会 那他万一不来怎么办 不科学 凭老娘的魅力 他一定会来的 你敢不敢再自另一党 张小强 你如果能算出这道题的答案 我就让你参加篮球队 否则 我第一个反对 很简单 答案是5A的三四方 军业 是你告诉他的吗 没有 拜托 这种题目需要我哥出手吗 首先 连接AC和E点 在右侧做一个投影 比值第一条切线L的斜率为K 那么L和Y的比值 就等于KX乘以根号K的平方 回答得非常详细 但是我可得给你提醒一下 参加篮球队 不能耽误了学习啊 您别激动啊老师 篮球社能不能保住还不知道呢 我也就手滑报个名试试 但愿如此吧 像这种影响学习氛围的社团 还是少一点的好 坐下吧 好 我们继续来看 校长 情况就是这样 我没能招满五个人 不过咱们学校大有人才在 只能怪我能力有限 缺乏个人魅力 没能吸引到足够的男生 虽然你话说得很奇怪 但既然这样 篮球队就没有办法成立了 很遗憾 南夏同学 不过呢 我们第五个球员 马上就来了 小强 你觉得苏短夏这个人怎么样 卑鄙下令 不择手段 简直就是个女模特 我是说 她除了这些缺点以外 怎么样 如果我参加篮球社团的话 她会不会误会我喜欢她呀 哥 你比我跳火坑就算了 你现在自己也要跳 完了 看来你是真的喜欢上这个丫头了 怎么可能啊 去年发生的事 队里人都误会你 而且苏教练走了 蓝球队也解散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吗 对呀 走吧 还有时间 军业 你怎么来了 校长 我申请加入青梦篮球社团 请您通过篮球社的建立 暖夏 原来你说的第五个球员是军业 你之所以一直不招收球员 就是在等我 小消息 反正咱们现在是一个队了 宋暖夏 我加入篮球社的事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这我恐怕办不到吧 别打算坚持 记得来参加训练啊 恭喜大家加入青梦篮球队大家族 为庆祝球队成立 今晚六点 在校外的烧烤店 请大家准时出席 用大大大大惊醒 还有半个小时就到六点了 你现在采发还来得及吗 那当然 这么重要的场合 有人敢迟到吗 来 趁大家还没到 菜拍一下 好 预备 开始 首先 欢迎大家的到来 正是因为有你们的到来 我们轻梦大家庭 才能顺利成立 我呢 作为教练 在这儿感谢大家 我虽然平日随和 但是在训练场上 绝对不会手软 在这儿 要跟大家确定几个 对立的规则 苏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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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调低调 我看一眼 来 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 我们再等一下吧 好 居然一个人都还没来 他们也太过分了 暖夏 你这都还没有上岗当教练 他们就这么不重视你 你可得拿出 当教练的威严啊 对 我可是教练 嗯 不回我是吧 喂 暖夏 沈学长 我发圈里的消息 你怎么不回呢 哦 不好意思啊 这两天毕业论文太忙了 没看手机 行吧 那以后看去啊 嗯 好 喂 李宣同学 在哪儿呢 我忙着呢 有事快说 为了庆祝篮球社的成立 我跟兔兔专门组了个局 你干嘛不来 我说过 我只是为了学分 以后请不要拿无聊的事 来浪费我宝贵的时间 好吗 气死 李宣 很牛啊 嗯 谁啊 赵总 我一个小学妹 不错 我就觉得你小子有前途 嗯 快去孙文涛灾 好 打烊小区 三状二零四三 听说他们楼电梯坏了 辛苦了 嗯 好 好 赵总 我现在马上就去 去吧 快快快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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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是有妹妹的生日 她们在教室里办了一个派对 我又不认识 笨蛋 安娜也是这般的 快已经开始了 走啊 万一安娜不在 都是别的女生呢 哎呀 你个怂祸 好吧 那强哥就替你先 侦查一下 哦 哎 教练 喂 苏教练 喂 喂 喂 教练 苏教练 我听不清 你是跟张小强在一块呢 是吧 你们俩干嘛去了 为什么不回消息 喂 我听不清啊 哎 你个铁寒寒 快上来啊 教练 我在外面 回头再打给你吧 听不清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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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暖夏 你在这里打电话 还不如直接进去找他呢 算了 不影响他了 2016年9月7日 绝对五年了 每年开学都会来许多新面工 有些人受不了累 不到一个月就退了 但有些人看着不像是有天赋 但最后却成了得分骨干 可能球队玩的并不仅仅是技巧 更多的是团队的追求 追求才是一个队伍胜利的基础 兔兔 我们还是找沈学长帮忙吧 也只有他才能让大家一起训练 沈学长还真是低调 刚开始报名的时候 根本想不到他是上级的老队长 看不出啊 张小强 齐峰 还有那个木头脸 都是他以前的队员 不过讲真 沈学长马上就要毕业了 最近又这么忙 真是不明白 他为什么还要重返球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 我相信篮球场上 一定有什么吸引着他 嗯 大家都忙 我知道 但忙不是理由 沈学长面临毕业后的选择 今天都能来训练 你们那点破事 难道有比他更重要的吗 另外 今天开放的目的 是为了让同学们看一看 看看我们篮球社的凝聚力 你 你干什么 练传球喽 球有你这么传的吗 怎样 你 我过来 你 这就是你说的凝聚力 那我倒没有 训练正式开始 教练 太热了 我能脱衣服吗 你烦不烦张小强 脱个衣服 你磨磨叽叽的干什么 小强 我们捏脸 张小强的反应力跟走位都不错 虽然控球看着花里呼声 但他出手够快 足够迷惑对手 适合放在控球后卫的位置 就是 控球时间还是太长了 棋锋有身高优势 核心力量有点 适合打中锋的位置 这几下阻断已相当不错 可惜他的球路 还是太老实了 漂亮 这两下 真漂亮 这几下 今夜今夜我爱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 真是一群老鼠 好讨厌 我说你们能不能给别的球员 演员加油啊 再这样下去 小心我把你们撵出去 好讨厌 老队长 我是看你的面子才来的 你今天状态不行啊 要不换我 手感不行了 跟你打 还是算了吧 跟夜神站在场上的感觉 还真不太一样 我到这儿想看看 你还有什么惊喜 是我没发现的 我陪你 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吧 我还有点事 先走了 哥 等等我 走 走 快点 那我也走了 我先走了 暖心了 抱歉 还真是一群靠谱的人 没事 这不是高训练第一天吗 能聚齐就不错了 今天要不是夜神带头罢絮 其他人根本不会散啊 长得帅就可以 为所欲为了吗 真是太过分了 他并没有罢训 我猜 他是因为训练的氛围 让他失望了吧 你是说 他又跑去露天篮球场 训练了 可那也不行啊 既然是一个球队的 就该拿出团队精神 一个人跑出去单练算什么呀 说得太对了 兔兔 本教练 明天就叫他 他怎么做人 嗯 做 给谁打电话呢 找我呀 你怎么站门口呢 一个人独自来练球 是对昨天的训练不满意吗 想加练没问题呀 跟教练说呀 其实当众耍帅什么的 挺low的 你才low 别太过分了啊 谁过分 你一个人独自来这儿开小灶 不好好合练 还说我过分 反正这儿的钥匙我换 想加练没问题 必须参加集体训练 先团体后个人 这种简单的道理 不用我教你了吧 你太无耻了吧你 你刚才说话的样子 蛮欠贬的嘛 给我 给我 救命啊 有人傻流氓 流氓当教练 不仅是欠名 简直就是不要了 给我 如何看出一个男人喜欢上女人的表现 第一 男人时不时会出现在对方身边 故意引起对方的注意 嗯 周周 你在那儿敌过啥呢你 嗯 看透 男人心 拜托 托 托 赢看这个人我闭着眼睛都能知道他心 还需要用专家解释 嗯 我就想多了解他一点的 说不定他也喜欢我 只是我没发现而已啊 万一我们就这样错过了怎么办啊 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 这个女生会感觉不到吗 嗯 他有时候会喝我送的水 还会对我笑 还有吗 嗯 那你感觉得出军爷喜欢你吗 他 开什么玩笑 他就像那个冰山一样 除了篮球 眼里根本容不下别的事 嗯 宋男夏 你是不是傻 宋男夏 废话怎么那么多 宋男夏 不要妨碍我练球 滚 嘿嘿嘿 宋男夏 你现在和军爷这是越来越像了 千万别让我跟那个 那个冰山 有任何关系 哎呀我却加水 咳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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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每张宋舍你来干什么 给你看看新的战术 嗯 嗯 嗯 ftf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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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不相信意外爱上你 你偶尔也有小脾气 我会应付你的情绪 每天给你愉快心情 爱上你没有原因 你坐在教室里写着考题 眼神开始犹豫 我走身看着你难以忘记 一分一秒时间也停息 我想每天保护你 把你捧在我的手心 也许不停让你生气 对不起不是我故意 我想每天呵护你 想你涌入我的怀里 缘分让我们相遇 爱上你没有原因 消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